各位家长,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一系列的题目 首先,这个题目是现在11月份 很多家长都准备帮小朋友准备考试 我想准备考试,很多家长在一个噩梦开始 如何帮小朋友读书,和小朋友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扭计 究竟有什么方法呢? 今天跟大家准备了四个方法 俗语也有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如何帮小朋友很轻松地,能够好好的开始的学业 也都一路循序漸进,轻轻松地入到大学 或者在大学之后就继续去发展 跟大家提供这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是需要一个持之以行的方式进行 第一个方法,discipline 我们要有规矩 小朋友通常很容易懒散 一坐下就和你拖 又不喜欢这些,又不喜欢那些 或者又想,我要先去玩 我要先看一会电视 我先吃东西 很多这些扭计 怎样能够避免这个扭计呢? 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有discipline 或者有一个很稳定,很肯定的时间表 譬如说,三点钟放学回来 吃半个钟头,点心 接着就要做两个钟头 这两个钟头里面,可能要斩件 可能先做四个字 20分钟,30分钟些什么 接着可能就要5分钟,10分钟,轻松一下 接着又做30分钟,如此类推 定好很多时间之后 让小朋友有这个生活习惯 他就没有那么多扭计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说就算 就好了 如果你说就算的话 他就和你扭计 因为你可以改变主意 时间表是不能改的 如果时间表不改的话 他习惯了之后 就好知道自己 接着要做多久 可以玩多久 做多久,玩多久 还有时间是可以计算的 如果你说,小朋友 你做两个钟头功课 其实你玩了两个钟 其实时间是什么? 是一样的 你就不要说,整天都做,整天都做 所以首先给大家 第一个锦囊就是时间表 有一个好的timeline 有一个好的时间表 跟小朋友一起制造这个时间表 告诉他 读了两个钟头书 就玩了两个钟头 所以是很公平的 第二个锦囊是什么? 第二个锦囊就是说 小朋友很多时候 学业的能力 高与低 或者表现上好与不好 跟他的智力 跟他的所谓的学习能力 不是很大关系 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不是很大 而最大的影响 居然是一些不关事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呢? 就是他的自我能力感 或者对那件事 有没有厌恶性的产生 先讲自我能力感 小朋友是否觉得自己做到呢? 如果觉得自己做到的话 他很劲力做 也不怕跌倒再起身 跌倒再起身 就像你叫他打破游戏机 他过不了板 你以为他不会放弃 他不会放弃 他会继续努力去做这件事 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做到 也过往很多成功经验 过了level 1 过了level 2 过了level 3 一路过板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有能力 是提升自己的 所以我们应该给小朋友 有相同的能力感 让他成功 再成功 再成功 小朋友在这个不断成功的关口里面 他就会掌握到原来他做得到的 所以小朋友抗拒读书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为什么做不到的能力 是怎样产生的呢?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 父母经常说 喂 你这个85分了 其实很好 很不错 但父母就说 喂 为什么这个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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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不小心 你识格 就永远追着那5分 15分 去不到100分 的一个问题去处理 所以小朋友觉得 哇 我85分你又骂 75分你又骂 65分你又骂 好像没完没了 那样 即是说 我们让小朋友不断 虽然85分 95分已经很好 但他仍然不满意 所以这个挫败感 令小朋友觉得 为什么做极 都不满意 所以这个能力感 就慢慢降低 也都在小朋友 温习功课的时候 他会常常被人说 喂 教了你了 为什么你又不懂 或者 这个跟这条 就跟上面那条一样 为什么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学习的方法 或者 家长们 太过紧张 令到小朋友 丧失了 学习的能力感 而这个能力感的丧失 比起他懂不懂 那些 所谓的数学也好 英文也好 伤害是更大的 所以家长们 应该 陪小朋友 温书的时候 多给他能力感 做得很好 又懂了 这么快 这些说话 可以帮小朋友 产生能力感 能力感产生之后 他读书就很有信心 所以这是第二个感囊 记得 家长们 不要打击小朋友的自信心 让他 在不断成功 小的成功之下 累积大的成功经验 第三个方法 我们就 要有一个好的支援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刚才我第二个重点的时候 说的能力感 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 小朋友是需要别人帮助 需要别人认同的 支援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呢 有几样东西 第一可以在态度上的支援 比如说 小朋友在温书的时候 作为父母 要怎么做 可能就要在身边 陪太子读书 不是叫做 然后捕捉他 或者打骂他 为什么又不懂 为什么这么晚 不是这样 而是当小朋友温习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做些些东西呢 或者拿你自己的东西来阅读一下 因为小朋友会看着你 如何做人 而做人 如果你是一个 喜欢阅读的家长 你就会带来一个 喜欢阅读的小朋友 所以如果小朋友 在学习的时候 你不妨自己也找些东西来学一下 在这方面的一个方式里面 让小朋友看到 其实爸爸妈咪都很努力 这些这样的说话 或者见到你的行为 其实会刺激到小朋友 就是说 当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模仿父或母 怎样做呢 男生和女生都不同的 如果你的儿子 爸爸就要出点力了 因为儿子很喜欢模仿爸爸 如果是妈咪的话 或者是女女 女女就要妈咪出点力了 为什么 因为女女会模仿妈咪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支持到 就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给多一点点 精神上 心理上的支援 的小朋友 给心机 读多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去玩 记得 我第一个錦囊教大家 就是时间表 记得 和他计一个好的时间表 玩多少 读多少 其实很有反 很有 我们叫做很有效率的 所以家长们 留意一下 支持一下小朋友 不要打击他 最后一个錦囊 第四 这个是家长们做得很厉害的 首先要赞大家 我们华人的家长们 对读书 对学习 是很有 就是叫做 很有看法 甚至没有 很希望家长 家长们很希望 他们的小朋友 能够有一个好的 读书态度 或者 他认为 一个小朋友的成长 学习很重要 读好书很重要 所以 第四个錦囊 就是价值观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给一个 看法的小朋友 无论有意无意之间 都会 告诉小朋友 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譬如说 不要玩那么多 没有益 或者你只顾着玩心散 读不到书 这些说话 其实都会 令到小朋友 产生了 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这个感觉 所以 一般来说 华人的社区里面 我们的华人子弟 在父母的一个 教导 或者影响之下 都会觉得 读书重要 这个所谓价值观 的传承很重要 但是 留意一件事 有时 过分的 重视 而重视 形成了 情绪上的恐慌 就会 形成了退缩 即是说 如果我觉得 读书很重要 为什么你不读书 读书 如果你经常骂着小朋友 在这么大的 情绪上的波动 影响之下 小朋友终于 慢慢害怕了 是啊 他害怕了 考得不好 你就没有工作 你就会有什么 什么的后果 或者你找不到 吃了 或者怎么知道 你就会做乞业 即是说 这些说话 令到小朋友 产生了恐惧感 而恐惧感 过了一度的恐惧感 就会令到小朋友 产生什么 产生拖延 反过来 人之常情 你作为一个大人 经常有人说 那件事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做去死 那你会怎样 你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拼命做 但如果你拼命做 都被人骂的话 你会产生一个退缩 还有一个恐惧 就是我不做了 不做不错 少做少做 小朋友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不断强调 价值观的时候 重要性的时候 过分圈掩了情绪上的 一些 或者是傅向情绪 或者一些很害怕 很惊恐的情绪 产生的话 就会令到小朋友 弄巧反着 反而他会不做那件事 为什么 不做便不会害怕 或者甚至 在心理学上面 叫做 Learned Helpless 就是说 他会学会了 原来我很无助 我不懂的 这些我都不是读书材料 或者我独自都不懂的 我妈妈或者爸爸 告诉我 都是没有书完的 或者我是很聪明的 不过就是 读书没有缘分 或者我未开竅 这些说话 都会用来解释了小朋友 自己给自己解释 就是说 我是不行的 所以更加不会努力 更加不会让自己 去试做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 没有机会成功 没有机会成功 就是不尝试 所以第四个錦囊 适当的价值观 是对的 但是 过分的压力 过分的逼压 就要产生反弹力 甚至是对抗性的退缩 家长们 四个方法 四个錦囊 简简单单 希望家长们 未来这个月份 是小朋友 学习或者温习 一个重要的时刻 支持他 给多些鼓励他 还有 订阅好的时间表 告诉他 你是可以的 你做到的 这件事 已经可以令到小朋友 终生受用